HELLO 大家好 我是轟炸姬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浪漫蓬鬆微卷的中芬髮型 那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吧 洗完頭髮 頭髮催順 在做造型之前也可以先護髮 後續造型的順亮度會更好 接著把頭髮左右中分 中分的時候可以把鼻子當中心點 先把等待處理的那一邊頭髮用夾子夾起來 接著拿出珠中毛元素 把頭髮梳催蓬鬆 這樣會讓後續的頭髮看起來更有蓬鬆感 不會好像扁扁的 髮型也會更持久 特別是油性頭皮跟扁頭的人一定要做這個步驟 頭頂的地方更要加強催蓬鬆 吹完之後換另外一邊吹 後面的頭髮也一樣 如果你平常中分不想抓髮 只想整理髮型的話 在酥吹的時候髮尾可以往後帶 這樣的弧度看起來會很自然 感覺起來是蓬鬆柔順的 接著把頭髮垂直分成1-4等份 頭頂1等份的區塊用電棒夾出一個弧度 主要是製造出頭頂的蓬度跟圓弧度 後續整體流暢感也會更棒 尤其是扁頭的人跟油性頭皮的人 容易扁他的人一定要加強一下 否則頭頂看起來也會很扁 出油後也會很快就扁他了 接著再處理4等份的區塊 先從髮中夾上後往回捲一點 不要捲到剛剛1等份的弧度 否則會破壞剛剛做的弧度 然後停留3-5秒 再來往下放一點到頭髮約3分的地方 往回捲到剛剛髮中的位置 然後繼續往下放一點 往回捲 重複這個動作一直捲到髮位 這個髮型用電棒的時候是要往外捲 為什麼我頭髮是捲的 是因為我剛剛不小心捲錯 然後把左右兩邊的頭髮都捲完 兩邊的頭髮 後面的頭髮直接用平常夾電棒的方式直接往下捲就好了 整頭都捲完後拿出梳子 大啦啦的直接從上往下梳 後面的頭髮也一樣 如果你剛剛有護髮或是你平常頭髮比較順的人 可以直接隨便拿一隻梳子梳就好了 那如果你頭髮比較乾 比較容易打結 建議你用豬包毛書 這樣就呈現蓬鬆微捲的捲度 接著拿出髮蠟均勻的塗抹在手上 建議選擇乾鬆順不厚重輕盈的髮蠟 主要是加強捲度跟持久度 以及修正毛罩感 以爪子的方式由下往上抓 讓捲髮都沾抹到髮蠟 如果你喜歡層次感多一點的話 可以用手指旋轉的方式加強 最後噴上定型液就完成啦 這個蓬鬆微捲的中分髮型 頭髮看起來是自然蓬鬆的 而且是柔順又有捲度 帶有一點英式復古貴族的感覺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分享 影片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